田月曾,志不强者志不达,又一位经国不让须眉的典范,2016年,2017年亚洲健身健美锦标赛健身比基尼B组冠军及全场冠军,2016年IFB奥林匹亚先生大赛业余组亚洲战健身比基尼C组冠军,2017年全国健身锦标赛季世界健身锦标赛选拔赛比基尼B组第一级比基尼最佳风采奖, 2018全国锦标赛健身比基尼F组冠军及全场冠军,健身模特B组冠及全场押军,最佳健身模特单项。田月曾说过,志不强者志不达,从一名门员到比基尼亚洲锦标赛女子冠军和全场冠军两连贯,是健身改变了他的人生。 田月曾,福建龙岩张平仁,1988年出生,身高167厘米,匀称的身材,骨铜色的肌肤,线条分明的肌肉。 田月曾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健康,说起健身,他很晚才入行,高考前,因为他的成绩并不突出。 大学实进了全周一普通院校,学了摄影专业,毕业后,他在深圳一个街道办事处做文员,最初的健身经历,田月曾说,当时,在深圳孤身一人,时常会感觉体虚,隔三差五的生病,高中的时候120多斤,毕业后,身体越发压健康,暴瘦了下来,2014年只剩下90多斤, 为了改善身体状态,最终走进了健身房,在健身房,田月曾选择了力量训练,进行强身健体,就这样,在教练的指导下,默默训练了一年多,并也好了,而且肌肉线条也越发明显,皮肤紧绷,整个人自信多了。 2015年7月,田月曾在上海参加首次健身类比赛,获得小组第二名,他说,当时,自己没有舞台经验,心里没底,最终却不讲了,很意外,这让他变得更加自信,常说时间就是把杀猪刀。 对很多人来说,他磨平了脸角,撑大了腰围,但对于田月曾,却是割肉消枝,越变越年轻,二年的时间田月曾就疯狂扫冠军,成为大家口中冠军专业户,从各十个省冠军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总决赛冠军亚洲奥赛比基尼冠军连续两届亚锦赛冠军 创造了中国女子比基尼亚洲锦标赛女子冠军和全场冠军两连冠,一路走来,到现在他已经参加了数不清的比赛,从开始到现在,几乎每天都处于备赛期,平均每天要训练五个多小时,有一次,由于比赛太频繁了,打电话回家想放弃,母亲开导说自己选择没有理由不走下去,家人会永远挺自己。 田岳曾表示,健身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充满了激情和挑战,目前,他已在广州成立了一个健身工作室,16年初,也已辞了文员工作,并被入选国家运动员,接下来,他还将继续参加比赛,为家乡争光。 在外媒看来,长期以来中国女性多亦瘦弱,白皙的形象未美,田岳曾像这样皮肤有黑,身体健硕的形象不仅并不多见,但田岳曾在国际大赛上拿到冠军,也正是证明了美不是千篇一律的,美可以有很多种。 从彩鸟走到亚洲冠军,除了幸运,更多的还是靠田岳曾平常艰苦的训练,田岳曾说,他会继续坚持训练参加比赛,希望将来能够代表国家登上市锦赛的舞台,将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传递给更多人。 感谢观看